大家好,7月14日星期二 今天泛民初選陳埃落定 數了那兩萬票之後 那些消息不太好 究竟你剛剛六個就六個 你排最後那個是否還可以選呢 泛民的消息有些不太清楚 他是放鬆一點還是想著六個就六個呢 等他慢慢研究吧 我猜一定是放鬆一點 因為你放鬆一點才可以把圖僅伸進去 范國威可能不放 不是自己人 不過你一放圖僅伸進去 就… 不放得幾個了 很多都是… 還有郭佳琦 就是你排最後那個放進去 這些等他進一步清楚先 好笑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笑的地方就是港共和中共 就是香港政府和中國正… 就是中聯辦都鬼殺禁嘈呢 就是… 轟初選撕為國安法顛覆政權這樣 中聯辦港府都說嚴肅處理了 諸如此類 搞這些事情會不會是干擾了九月的選舉呢 正所謂你又是搞我 現在也不是九月選舉 全世界都有喜歡搞這些初選的事情 因為我們自己政治組織是民間的 他自己要做些篩選過程 叫選民協助他選人而已 他都是選自己人 他不是騷擾到你那些人 這個不通的 基本上是不通的 什麼都說得出的 因為他找一些理由出來 以往搞雷動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多少疑運的 就是他都是違反選舉條例 因為你選舉條例說 你不可以操控選舉 或者不可以干擾別人的選舉 自由選擇 雷動是教人敢投敢投敢投 你或多或少都影響了他那些人的意願 照計就有些問題 但是沒有打過官司 你要知道上次做了是這樣 還是因為選舉 正式的選舉干擾了 初選就不關你正式的選舉事 正常是這樣 我也很留意 究竟他有什麼法理上的依據 法理上的依據 唯一我見到就是梁美芬 這個又是教授 唉 這麼糟糕 港區國安法第22條 顛覆國家政權罪 尤其分化 怎麼分化 我們自己選哪個好樣一點 你建制派都弄了三個人 你分者可能選不到 因為他都要先選人 那些是否分化 你建制派都要初選 其實你不是交給選民 你內部搞初選是不是 這樣就分化了 你要叫停違反基本法 三十五plus 那你要說有什麼叫顛覆呢 嚴重干擾 第22條第22條 就是國安法 顛覆國家政權罪 嚴重干擾 嚴重 阻撓破壞中外民的國國 特區基幹履行職能 沒有影響到特區政府搞選舉 所以很難的 所以這個怎麼是梁美芬呢 左個共產黨的人是沒有的 我很早五月 四五月那時候已經分析 超前分析九月選舉 中共丟了個陳凱欣 陳凱欣出來三個人說欠三席 九西 其實就是 預了梁美芬要out 鄭泳信和陳婉欣 陳婉欣可能是代表建制 因為梁美芬這個東西還左個 本來是貪他什麼工商專業聯 形象好 形象較為中立 全部都比共產黨還左 雖然他有些事情 共產黨不方便說 那些他就跟你說 出來說 製造這些話題 但是也會嚴重影響共產黨的形象 我想是自由發揮的 結果也沒有保證你繼續可以 好像上一次16年那次這樣 就是 趕退了其他人 工聯會都不給選 就只是他和蔣麗雲不選 這樣拿了那十萬票 他很穩陣可以做事 這次沒那麼好死 一有得選 一有得選 那阿薰姐就完了 阿薰姐完了 為了要保住自己的位置 那些法律專家就出來說了 這樣出來說是很強硬來的 加上來之餘 其實他都沒有看清楚的形勢 因為如果是這麼說 如果老共是很不喜歡你搞初選 即是選完了 這些就叫賊國興兵 說你不行 違反基本法 嚴肅處理 追究 講完就算了 這些表個態 你要知道其實是這樣 如果要阻止你這個選舉發生 星期日 前日的選舉發生 嘩都沒那麼容易 那些測檢早一天就可以了 做一天公佈 嘩我們多了幾十個人 立刻說限聚令 星期六說限聚令要加強 不准燒過四個人 那就數得你長 特更拖得到昨天才 告訴你很嚴重 加強了這樣 加強這個檢疫 就是放你 其實是逗你 你去看看那些票站 亦都通知藍絲不准你搞事 是不是 要搞亂 你用什麼意思 到處都打架 你就夠煩了 那不是 不准他搞事 不准他搞事 那你也搞到 還有動了些警察 在那裡為之秩序 我相信也有便衣在那裡 就是防止有事發生 這個民間活動 我想來想去 不知道他有什麼違法的地方 那你就說 這個法庭 諸如此類 可能做一些表面的事情 梁美芬負責去JR 那JR什麼 你真是說政府的權力 人家現在不是政府做事 是一個民間組織 你要動它就可以 你說那個民間組織 黑社會 取締它就可以了 那個泛民那個叫什麼 民主動力 諸如此類 那你 可以的 其實全部都做到事 為什麼不做呢 大家要懂得看政治 我已經決定 有個結論 表面是一套 做的實質是另一套 香港人9月一定有得選議員 而且DQ人一定不多 因為美國已經是制裁的 力度一級一級來 現在排到9月都是兩三個月 一步一步來 就是怕你不DQ人 其實就是在美國來說 怕你不DQ人 因為他沒有藉口 他跟自己的選民說 香港這樣 是不是 制裁 不是制裁 是 逐樣說 就是 民主已經死了 所以我們不動它不行了 美國就支持你了 是不是 華爾街街的人多聲氣 都被白宮禁了下去 不行了 你不行了 我們美國價值不可以沒有了 那你也知道 美國是多元社會 那你民間的力量很強大 那你首先要拿到民意 所以 一直是 你做這些事情 你要計這些成本 你不跟中國這樣做錯做錯的 所以 不懂的 你共產黨 現在開始認識了 明白了 明白了 是吧 那怎麼辦呢 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他 拆國英兵之餘就算了 九月依然繼續選舉 是 我們大家安心就可以了 因為法國 另一個跡象顯示 反制裁力度也出來了 是吧 是 我們老友Rubio有份 哪幾個 哦 制裁美國中共自由無任所大事 布朗貝克 國人黨Rubio 克魯茲 及眾議員史密斯 實施制裁 那我沒有制裁什麼 克魯茲好像還好笑 我剛剛上去伊朗 現在這樣 過黑夏曼夏曼月 跟著順便 去中國走個跡 根本真的失望 喂 你 不讓他進境 不讓他來香港看一些選舉 他可能沒想過 是吧 撐多是這樣 做這些事情 那 相對人家 凍結你四個西藏官員的資產 相當無能無力的感覺 亦都开了个灯给你看 下一步当他制裁香港的官员的时候 共产党都不是很强的 没什么强的反应 为什么呢 你想想 如果他制裁香港的官员的资产 不让他去美国 你相对等的 你是不是制裁 可能美国的官员有些家族 拜登家族 布殊家族 可能在香港是布殊家族 在香港是有些生意的 那你封信他 封信他结果是怎样呢 我又想到一样 就是等于我们去蓝丝 去蓝丝的餐厅 我们搞初选就是制裁就是 我们黄丝就不去蓝丝餐厅了 蓝丝说制裁你 我们蓝丝餐厅不准呢 你去黄丝来 香港的情况就是这样 因为香港是个自由贸易的地方 那你如果美国说 你美国人在香港 不准和中国那些被制裁人做生意 连反过来 香港政府就说 你香港 你这些美国人在香港的资产 做生意 这个不准做 那个不准做 那你不完全 喂 这个是你的自由贸易中心 是你的金融中心 不是美国人 香港是中共的中心 你自己在自己的金融中心 你搞这些东西 你限制这些 那你就破坏了你自己的金融中心 那个声誉 就是你这样做 在香港做是不行的 你在美国做得不行 在香港做 那就没什么可以做 所以他其实可以做的事情 想来想去 其实是不多的 那你好了 伊朗这几个呢 你不做就不行 那结果就做了 那结果就被人笑了 那反映出呢 老共是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 而下一个制裁是怎样呢 大家有没有留意 突然有一些新闻 澳洲 澳洲就帮手了 就踢爆了 他说有两个共产党 一个是共产党 譚宇聪的子女在澳洲读书 哇 这些又移民你 接着是杨润雄的子女 原来在那里 你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这些是情报 那些情报就弄出来了 下一个会不会制裁这两个人呢 哇 美国不制裁澳洲制裁他们 冻结他的子女的资产 或者请他离开 因为你是共产党的子女 诸如此女 给这些压力开始出现 无端端的 我都觉得 那么多共产党 把子女送到澳洲 那些子女未必是共产党 即使他入了党 都未必是帮共产党做事 做间谍的 但是人家不理你了 现在你老爸是香港的高官 被制裁 那可能澳洲都请你走 你尽可能不可以去读书 或者诸如此类 这样的情况 逐步逐步来 那不是没有成本 就是谭月聪、杨元宏的子女开始害怕 因为他们可能是被制裁的 这两个被制裁 美国制裁他 不够的 美国可能是 我没有制裁在美国 糟了你有子女在澳洲 突然间是弄出来 用什么理由 不是说制裁你做了官 说你是共产党那些人 我们不安全 这样 那你吹他不脚 所以呢 我们香港人最紧要是什么 自由世界帮你 全世界帮你 现在的势 就真的有这个势 只要香港人继续自强不息 都没坏过 越来越强大 是吧 而呢 在吵吵闭 那你就够胆 就全部DQ了 不让泛民参加九许选举 或者你取消了九许选举 就行了 够胆你就做了 我认为那地方 夜里 你购不走 你购不走 你购不走